将薯条放入胜有不同浓度借糖溶液的大使馆里面一段时间之后 水会直渗透正移动进出薯条 导致薯条的质量改变 我们可以记录薯条浸入不同浓度的借糖溶液之前 和之后的质量 然后利用结果绘画线图 来显示薯条的最终质量与初始质量之比 要利用这个线图推断出马铃薯组织的水势 以借糖溶液的浓度来表达 我们要找出薯条浸在哪个浓度的借糖溶液里面那时 质量会维持不变 即是要找出薯条浸在哪个浓度的借糖溶液那时 它的最终质量与初始质量之比会等于1 首先在线图的Y轴找出数值1 由Y轴画一条横线直至碰到图线 在图线上的这一点向下画一条直线直至碰到X轴 阅读X轴上的数值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 马铃薯组织的水势 和浓度7%的借糖溶液的水势相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